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木屋昇華3 昇華3 一個是 單體攻擊 一個是火轉木 火轉木 所以我們先打 單體攻擊這隻 因為他幫我們轉木的話那基本上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蠻有力的 要盡快的處理掉他 不然我們就要被處理了 他已經幫你轉了 再不快就不行 當然先打右邊那隻也是可以啦 就是看你的戰術 好 這個我們決定換個戰術好了 右邊那隻不死我就要死了 不一定啦 兩隻加起來 兩隻加起來不會死但是還是蠻痛的 記得要做單體攻擊 要做單體攻擊 左邊做一點點跌珠 YES 看你是先打右邊先打左邊 自己判斷一下 因為我覺得 打左邊好像有點抓癢 所以白金後來 改變戰略先打右邊 像這樣就是無攻擊 無攻擊 血要補一下 不然應該會很舒服 好 天降伏 沒關係 因為兩隻在一起的壓力我覺得有點大啦 所以我 改變的打法 選擇挑打右邊那一隻 這樣比較穩一點 雖然說可能會比較慢 但是 穩定性是 首要的 尤其像這種關卡 它設計上的運氣成分 通常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把運氣 降到最低 把運氣降到最低 好 再來雙重凍結 我決定不開木屋 因為這個雙重凍結要那個 要顧珠子 基本上風險會太大 穩扎穩打 不用急著開木屋 不用急著開木屋 除非你覺得可以一波帶走 不然你下面整整頭都是你會受不了 整個都凍結你就受不了 還要做4COMBO 風險太大 風險太大 所以百姓絕對不建議這樣做這樣的一個危險性的行為 斷墨 斷新的江湖 斷新然後又斷水 你乾脆給我斷水斷電腦 好了 對你乾脆給我斷水斷電腦比較快 恩 要補新 這個有點危險的一個斜轉 盡量不要這樣做 因為風險太大 不要學百姓 那個是基本上是一個很 也不能說錯誤示範的 危險的示範而已 我只要不 不把木開下去的話 穩定度會比較好一點 但時間一樣會拉長 好 那我是 希望妥妥的打法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可以開了 我想這一波就差不多可以送他走了 就讓我們送他離開吧 還沒離開 沒關係 他沒離開我們還是 穩扎穩打 記得要轉斯康寶 實力好的人可以直接開朗 好不好 實力好的人可以直接開朗 像百姓剛才是做一個非常危險的錯誤示範 所以這一波如果沒有帶走他 百姓就跟各位說再見 那我們就是只能做出一個高combo 不帶走他我就被帶走了 謝謝各位 say goodbye 基本上危險動作不要亂玩 這個屎屎有令過 謝謝各位 拜拜